这是一些飞牛顿流体 几个人在上面又蹦又跳 然后在上面不停的活动 就不会陷到飞牛顿流体当中 平时看起来非常的柔软 只要受到冲击就会变得非常的硬 而老外就不信这个鞋 现场就做起了飞牛顿流体 制作的过程中还忍不住尝了一口 竟然直接放到了水道下面 一下子飞牛顿流体就开花了 旁边的玻璃碗也已经碎掉了 看来用水道还是有些大材小用 于是后来又换成了液压机 锅里全都是飞牛顿流体 然后用液压机去挤压里面的液体 也都哗哗的流了出来 到最后发现 液压机的头也被紧紧的吸附在了上面 而且里面的飞牛顿流体 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了 那么干燥的飞牛顿流体 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准备好的飞牛顿流体都被晾干了 然后放到了液压机下 一开始还非常的用力 但飞牛顿流体还是裂开了 变成了一些碎片 似乎还从里面流出了一些液体 难道里面还没有干透吗 被压碎后的飞牛顿流体 依旧是非常的坚硬 看起来不管飞牛顿流体多么坚硬 在压机面前还是非常的脆弱 大家也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压力实验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